其实前列腺是一个男士独有的器官 它的位置就在膀胱的出口那里 在盘腔的深处里面 在正常的情况下 前列腺是负责制造精液的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不少男士都会出现了良性前列腺增生这个情况 正正因为前列腺的位置就在膀胱的出口 当前列腺真的有肥大的情况 它可能就会造成膀胱出口的阻塞的问题 就会令小便难窝一些 病人就会觉得小便的速度会减慢了 有时要用点力才可以开始排到小便 又或者每次小便窝完之后 总是都觉得有小便正在膀胱 不是很能够排清小便 即使是这样 在初期的时间可能流速都未必会减慢 原因就是因为膀胱会越来越大力 希望保留到小便的速度 但是久而久之如果膀胱受份之后 就会出现了膀胱过度活跃的情况 可能就会出现了小便很频密 又或者突然间很急小便 想去都去不及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病人的病征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透过一个国际磁尼线症状的评分 来都可以量化病人的症状 在临床的诊断方面 我们都会透过一个止诊 将手指摆入肛门里面 去看一下磁尼线的大小 质感 有没有硬快出现 在抽血方面 我们也会透过抽血的办法 来量度病人的磁尼线特异抗原指数 这个指数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探讨这个前列线有没有出现病变 例如是癌症的情况 第二就是探讨这个前列线肥大有几大风险 在之后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情况 在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会透过一个尿速检查 去量化小便的速度 更加重要的就是看一下磁尿完小便之后 有几多小便留在膀胱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个超声波检查 或者一些X光片 去看一下这个前列线肥大有没有影响 它已经产生了一些并发症 例如是神积水 又或者是膀胱结石等等 那如果我们再不理 那个量性前列线增生的话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就有很多了 当中包括急性的尿珠瘤 就是说突然间按不到小便 很痛这个情况 又或者是出现一些反复的小便感染 又或者出现膀胱结石 又或者因为阻塞 而带来一些阻塞性的神功能衰竭的问题 如果讲的是经尿道前列线割除手术 我们多数都会在半身麻醉的情况下 将膀胱镜经过尿道放到膀胱里面 那就望准前列线肥大的地方 用一个手术的电刀将增生了有阻塞的地方 逐一逐一地拿走它 然后那些碎片就会经手术仪器 在膀胱里面拿出来 这个手术的好处就是可以拿走最大部分的 粮性前列线增生的组织 透过手术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好地改善小便的流畜 减少膀胱里面 拌完小便后净尿的份量 亦都可以减少前列线肥大的复发的情况 有一些新的技术就叫做前列线弯除的手术 讲的就是将粮性增生的部分 和它周围的组织在一个自然的边界那里分开 然后将整个增生组的前列线推入膀胱里面 然后再用手术的仪器帮它拿出来 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了粮性前列线增生 在手术之后的复发机会 最近还有些新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减少了前列线手术 带来的并发症例如流血和对性功能障碍带来的影响 讲的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前列线水晶器的疗法 我们会在手术当中用一个针 在前列线增生的部分注入好热的水晶器 务求过一段时间以后等前列线增生的部分萎缩 将那个通道畅顺一点 希望小便的速度会快一点 希望保留到性功能 就是勃起功能、射精功能 而第二个方法就叫做前列线尿道圆吊术 这个是利用一个纯物理的方法 将增生了有阻塞的部分向外挤压 务求令到通道畅顺一点 小便会拉得畅顺一点 亦都可以减低手术带来的流血 和减低对性功能的影响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小鲜仔 收听一吊 收听一吊